我们是《格式生活》的作者 《格式生活》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的 我们的田野调查一开始聚焦于一些关于杭州的异种文化等等 后来我们进入社区开始了解到一些社区的人们 对20世纪60到90年代的生活的了解 因此我们做了一些田野调查之后 涉入到嘉兴的昌盛社区进行调研 并且将目标聚焦到了一位叫求荣心的老兵身上 我们对他进行了生平的了解 并且多次采访将他的口述史等等全部记录下来 他保留了很多物品 他的父亲也是抗美援朝退役下来的老兵 他本身也是参加了对月自卫反击战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商者 并且我们为他的事迹创作了一幅连环画 名字叫《战地小记》 这幅连环画现在就放在这里 我们用我们的纸浆以及在嘉兴昌盛社区采集的植物 做成了一张纸 并且将象山校区七号楼楼下的城墙探印下来 这个城墙也是一个历史丰富的城墙 上面有很多遮剑等等字眼 就是那个城墙上保留下来的字体 这上面摆的版画一共有18张 我们的整本书一共有30张版画放在这里 封面是用进口的牛皮所做 用金色的颜料制作了一张铜板画印在上面 里面就是连环画的设计 每页都是可以翻阅的 这一整本书是基于求荣心的口述史 进行改编之后创作的一幅电画画 后面我们将这些教学实践转移到了课堂当中 我们约了学军小学进行了一次版画课程的实践 并且回到昌盛社区 并邀请了求荣心过来亲自讲解他版画的事迹 还在长州东城小学进行了一场 独服版画的美誉活动 我们将版画调节成了各种 现代可以不用版画机的非传统的形式 将它带入到了学校的课堂当中 然后我们也将我们的染纸做了一本书 我们的染纸是通过用植物染的方式 将植物的染料主制成各种颜色 然后泡在各种材质不同的纸上 并做出一些激励 我们在上面印制了一些版画 讲解了我跟我的组员一起在两年之内制作的所有的同版画 并且将它的一些心得 创作心得等等放在里面 其次的话是我们这边的作品 我们这边的作品讲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这几幅画都是他画了我们的同学 就是在求荣心那个年代 他保存了很多的老照片 大多是一种拘谨庄严的姿态 展现在摄像机前 他说那个时候大家在面对摄像机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 因为一年当中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多少时刻可以用到摄像机 然而我们现在有了手机之后非常的方便 我们又会摆出很多动作 我们这幅作品叫《格式生活中的预备动作》 讲到的是我们现代人模仿了上一代人 去用一些很僵硬的姿态去画出了一些模特的动作 后面是我们的象山的夜景 我们的整个格式生活 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时代 一个规范的生活下 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精神状态 我们每天在学校里就像是一个程序一样 每天在那边走来走去 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很多不同于大家的想象 我们在晚上进入象山之后 会发现这里的生态非常的好 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很多动物的叫声 青蛙的叫声 并且我们将这些形态悄悄地画在了画面中 并且在这里加上了很多水文等等 其实这里都是鱼跳跃 青蛙跳跃的那种动静 后面的话是我们的版画和手工书部分 我们的手工书是用亲手制作的手工纸制作的 并且上面记录了一些我们养的宠物等等 留下的一些动作和动态 并且我们将我们的美誉也制作在这上面 我们去了解了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史 还有美术教育的历史 并且将这些名人名句记录在这些手工纸当中 供大家翻阅 其次我们还制作了一些美术教育的心得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创作之后 并且结合这两者去学校 去社区进行一些田野实践 进行一些创作 我们将民众带入了艺术的生活当中 我像林峰绵说的一样 伟大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了 我依然不动 这些艺术作品都会留存在人民的心中 而我们美术教育者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传播过去 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此外我们做了很多 关于动物植物的同版画和创作 去展现这些生态当中 我们所关注到的事情 由于我们最一开始呢 关注到的是杭州一种文化 植物等等 所以我们将这幅作品 称为格式生活中的生态方程 我们用一种方程式的格式 去展现它的生态中的格式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作品的创作的视频 还有一些调研的视频等等 我们在这个里面加入了很多歌词 这些歌词呢 一共有18句像彩蛋一样 隐藏在一些画面当中 这些歌词呢 都是代表了从50年代到现代的歌词 从这边到那边都是一个歌词的进化 还有这上面的颜色 这上面的颜色标志呢 就是我们大家常见在PSAI等等当中 遇到的一些颜色的编号 这些编号就像格式一样 这些颜色的编号呢 都是来自于我们染的纸 我们染的纸呢 又有很多的不可定性 因为它每次的创作 都是一次很不一样 我不能控制它去做成哪一个颜色 所以我们将那些随机出现的颜色编号 粘贴在这个植物的种子上面 我们创作的这整幅作品呢 由一个木板的荡爱架 到这个城墙 城墙上的作品 到这一本书完成 由于城墙是一个承载了时间的媒介 我们上面做了很多 用植物染做成的机理 它就像是一个沉淀下来的故事一样 一张一张的叙述我们的版画 然而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本书做的是书分日记 它是一个当时讲述了知青 在下乡的过程当中 与知青恋爱的故事 它其实呢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格式的时代 大家心里想的都是 如何让祖国富强起来 他们都做的是建设 但是呢 就有一些这样的知青 他们在下乡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些情愫 并且他们克服了这种使命感 所带来的那种责任感 发生了一些情感上的交流 因此我们把它做成了一本书 我们让它的形态 像一只飞鸟一样 从这个城墙里飞出来 而且这本书呢 我没有做任何的结尾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至于这只飞鸟的结尾 会飞去哪里呢 就由大家自己想象